在前期的视频中 我们解读了王飞指导矫正投篮上之立线的内容 却收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他们认为这是老旧落后的训练方式 不符合现代篮球的发展趋势 很多网友对国内教练的投篮教学有着很深的刻板印象 而王飞早在1999年 就已独自前往美国学习篮球技战术 之后他也快速成为了国内教练的标杆 在投篮教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曾帮助姚明、林志杰、莫兰德等人矫正过投篮 而在本次蔡崇信训练营与中美篮球教练的学习与交流中 王飞指导的投篮教学让我感悟颇深 他的大部分教学内容是非常值得学习与借鉴的 本期视频将再次深度解读王飞指导关于投篮的教学 主要从投篮整体发力以及一些关键细节来解读 首先我们回顾上期的原地单手投篮训练 此训练主要是培养投篮手的直线发力习惯 这在美国也是训练投篮基本功的必备项目 同样在库里的日常投篮训练中也会见到此训练 而部分网友却诟病原地单手投篮是脱节的局部发力 王飞指导在现场反复强调了 在做单手投篮训练时同样也是自下而上整体发力 持球自下而上流畅发力 第二部分是双手的原地投篮训练 加入辅助手后辅助手主要是起到拖球与弹道跟随的作用 从小不要养成辅助手主动发力的习惯 减少投篮中的变量才能更加高效与稳定 下面是原地双手投篮的细节 熟悉了单手投篮要处理平衡手 放在球的侧面不要太靠前不要太靠后 全身发力要流畅不是分解发力 跟随球动作肘部要超过眉毛 手指向篮圈方向投篮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 王飞指导强调 投篮核球点最好要在腰部与胸部之间 不要过低核球 较低的核球会有更长的起球形成 容易造成上肢的摆动 破坏身体平衡 而此要点正是它矫正姚明罚球的关键 由于姚明的身高以及力量特点 投篮只需要小幅度的蓄力 王飞指导将姚明的起球点调整到了面部 进一步缩短了起球形成 提高了姚明罚球的稳定性 王飞指导原地的投篮训练 使用的是一二步的投篮脚步 这主要也是培养小球员提前降重心的习惯 像我们之前解析过的前国家队球员 顾全的投篮 他习惯接球后才开始降重心 投篮速度较慢 球放在胸前 手的位置不变 右手选手左脚在前 左手选手相反 双脚要打开 周腹含胸 眼睛看着篮圈的位置 后面的脚向前一步 第三部分是接球跳投的训练 其中的要点是接球前就养成 保持投篮手型的接球习惯 同样也保持提前降重心的习惯准备接球 当你掌握了正确的投篮上下肢动作后 就是时候练习接球跳投了 你必须以投篮手型作为接球姿势做好准备 以提高接球后投篮的速度和稳定性 接球同时 左脚转向篮圈方向 右脚跟上 最后快速起跳投篮 跳投时 人往上跳 上升过程中同时出手 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感觉已经跳到最高点时 再出手投篮 最后是投篮假动作的训练 动作过程中 要保持投篮的重心 手部和眼睛的假动作是重点 抬到眉毛高度即可 你要注意的是 重心不要上下移动 投篮假动作要有突然性和真实感 作为一名亚洲球员 他迎着文班亚马完成Pico 他在霍姆格伦面前干拔三分 他在美国队一众五星高中生的防守下拿到20加 他在U19世界杯上 场均能得到25.6分10.6篮板 得分排名第一 篮板排名第二 他就是韩国最强高中生吕俊熙 经过两年的等待 就在上月他终于如愿加入了NCA的传统强校钢萨家大学 吕俊熙也是继巴村磊之后第二位加入钢萨家大学的亚洲人 值得一击的是 我国的曾凡博也曾口头承诺过加入钢萨家大学 但曾凡博却更希望早日不如职业赛场 放弃了钢萨家大学的机会 加盟了NBA发展联盟 在国际舞台表现出色的吕俊熙 也曾收到澳大利亚NBL联赛 以及NBA发展联盟的邀请 但他却与曾凡博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吕俊熙为了保留英CAA的入学资格 选择回到韩国就读高丽大学 他的最终目标是挑战NBA 显然在NCAA磨练几年才会有更大的机会 目前吕俊熙只能跟对训练 他将在下赛季一大二球员的身份 出现在NCAA赛场 随着钢萨家大学封建多位球员将参加NBA选秀 预计在新赛季 他也将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 吕俊熙身高204厘米 臂展207厘米 他拥有亚洲人顶级的动态天赋 他的球风老成 攻防能力均衡 持球单打能力突出 目前较缺乏的是三分能力 如果未来吕俊熙能够在NCAA赛场持续进步的话 他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登陆NBA的亚洲人 在前期的视频中 本频道对邹阳的投篮做出了简要分析 但很多人仍然坚持怎么舒服怎么投的观念 认为他的手肘外扳 手腕扭曲对投篮稳定性影响不大 本期视频就将对邹阳的投篮问题做出深度分析 邹阳身高198厘米 B站达到了213厘米 同时也拥有着较出色的动态天赋 在上赛季CUBA球员中 综合实力排名第一 但他的投篮问题 却严重限制了他的发展上限 上赛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 仅为26.7% 邹阳极少尝试中距离的跳投 主要以篮下得分为主 在罚球线上的表现也不够稳定 邹阳投篮发力的整体节奏是 陈球与降重心同步 蹬地的同时起球上下之时协同发力 整体发力的模式是比较符合现代篮球的发展 他的投篮问题主要是在方向性上 他投篮时存在手肘明显外翻 手腕扭曲的情况 导致上肢力线不值 严重影响到了力量的传道与投篮方向的稳定性 邹阳持球后会将投篮手的小臂做内旋 手腕大幅后驱将手掌贴到篮球的中部 整个手臂是处于相对紧绷的状态 起球阶段手肘也难以内收 同时他的辅助手是在篮球的侧上方 向斜下方压迫着投篮手 导致他投篮手手腕进一步扭曲 篮球的重心落在了偏无名指小拇指一侧 最终拨球也是无名指小拇指一侧主导 平凡出现拨球后篮球侧旋的情况 而我们要保证投篮手的直线发力 用偏湿指与中指主导拨球 才是最稳定的发力结构 在本人所修正的千余力投篮案例中 大约有50%的人也都会出现此类问题 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 第一方面是强化投篮手的单手直线投篮能力 第二方面是弱化辅助手在投篮过程中的发力 辅助手主要起到扶球与弹道跟随的作用 共三种针对性训练方法 第一种是在拔球线的单手投篮练习 仅用投篮手单手投篮 辅助手完全不参与投篮 单手投篮能迫使你手肘内收 投篮手平衡持球 需要注意的是头部不要歪斜 两肩保持等高 第二种是辅助手至于篮球一侧不触球 也就是用辅助手来瞄准篮框同侧 同时投篮手单手完成直线投篮 第三种训练方法 辅助手只用掌心触球 手指不触球 同样用辅助手来瞄准篮框同侧 投篮手单手完成直线投篮 在你每次投篮训练的第一项安排此训练环节 时常约在30分钟 也可增加难度 每次做成完整的投篮动作 坚持约十字训练后 上肢投篮力线不正的问题会得到明显改善 sub indo by broth3rmax 感谢观看